姐妹们早上好 我是免费送你减肥食谱和教你做减脂餐的天心妈 我老公前年的今天体重是125斤 昨天是127.9斤 一天掉称2.9斤 真的姐妹们惊喜至今难忘 后来我很多粉丝朋友也是用芹菜这么搭配减脂餐 掉称都是2斤89两 我收到好多这样的反馈 回过头来我也仔细分析一下我们昨天的减脂餐 为什么掉称这么好 他到底神奇在哪里 不是说你只要是一吃芹菜就掉成很好的 昨天中午主食吃的是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含蛋白质是非常高的 它每百克含蛋白质大约是20克 堪比牛肉 蛋白质吃的是鱼 鱼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芹菜是清肠瓜油的 这三种食材组合在一起 一天掉成2.9斤 生气棒 减肥的姐妹们 如果你卡平台了 或者是一直在吃标准的减脂餐 你就这么吃一天肯定掉称2斤89两的 为什么呀 它是高蛋白减肥法 蛋白质拉高了呀 有时候换一下饮食的结构 掉称就这么好 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助到跟我减肥的姐妹们 给新妈点点赞 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看我们今天三餐吃什么呢 昨天剩的芹菜 我们今天接着吃 老公的早餐 膳食纤维是半个香瓜 主食是一个毛巾卷 固体蛋白是一个鸡蛋 液体蛋白是250毫升的纯牛奶 两克的咖啡 五克的菊粉 提高代谢润肠通便的 这就是老公的减脂早餐 有主食有固体蛋白 液体蛋白 膳食纤维 中午我们吃桥面面条 放入自己喜欢吃的调料 好了 下入剥菜 接着吃我们的凉拌芹菜 今天中午的蛋白质呢 我们吃鸡肉 小肌数100克 大肌数150克 放点椒麻凉拌汁 就非常的好吃 拌一下就可以了 老公减掉大肚男的午餐 多丰富啊 营养丰富 调秤好 老公的晚餐 半个墨鱼团团 一袋鱼丸 中午剩的芹菜 对待 谢谢大家